七妹,是七妹的气息,古足的深处,一道嘶吼声陡然传出,透着无边的惊喜,下一瞬,一个石碑从地下冲天而起,降临在众人面前,这石碑的一角已然断裂,其上只有一个红色的镇子,此时却是金光闪烁,幻化出了一道人影,他死死地盯着柳树,泪水如同瀑布一般倾泻而下,七妹,真的是你吗?五哥,你果然在这里,柳树的柳枝剧烈摇摆,枝叶上同样有着露水溢出,这是他的眼泪,他看着断裂的石碑气声道,五哥,你受苦了 石碑微微颤抖,激动道,不苦不苦,我看到你没有陨落,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然而下一刻,一团灰雾突兀的升腾而起,环绕在那道身影之上,一点点地将其包裹,随后重新按入石碑之中,灰雾滚动,只有两只血红色的眼睛不停转动,无情地盯着柳树,惊讶道,你居然真的没死 七界战魂,形态各不相同,只是作为七界的守护灵,如柳树扎根于一界,又如石碑镇压一界,还有兵器,也有人行 然而当年大姐,七界战魂直接绝技,各自生死不知,你快放了我五哥,柳树的声音轻了,透着无边的愤怒,柳树一扬,向着灰雾抽打而去,天一点闪躲的意思都没有 只是微微一动,那位五哥的身影便再度幻化而出,柳树的动作瞬间定格,天戏屑地笑道,结结结,打呀,怎么不打啊,看到谁最疼,那五哥顿时就急了 催促道,七妹,你不用管我,我早已是必死之人,能够拖着这个天一起殒灭,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妈的,你们当我是死人吗,五辉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看着那株柳树,眼眸中金光闪烁,远古战魂是吧,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强,若是让我吞了你,说不定可以突破新的臂长 话音刚落,他便猛地抬手,对着柳树狠狠一抓,当即,整个第一届的空间都随之收容,就好似变成了骨灰的大手,共同禁锢柳树 不过柳树却是丝毫不慌,周身环绕着绿光,枝条微微一板,顿时化为了无数鞭影,向着骨灰抽去 强大的世界封锁,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半点作用,来得好,万火归原,骨灰再度抬手,无尽的火焰狂泻而出,足以点燃世间一切,转瞬便将抽来的柳树给统统淹没 然而,纵使在如此火海之中,柳树居然依旧不灭,狠狠地抽打在骨灰身上,甚至还有树根直接穿透他的身体,骨灰身上变体鳞伤,但是却一点血液都没有 紧接着,他的整个身躯居然全都焕化成了火焰,在柳树上熊熊燃烧,燎原之火瞬间蔓延,沿着柳树飞速扩散,同一时间,另一处虚幻的空间微微一荡,骨灰从中显化而出,抬手对着柳树一指 微言道,苍穹烈,话音落下,柳树所在的那片空间历势破碎,空间裂缝无数,就连空间都被湮灭,然而纵使空间湮灭,柳树却依旧不灭,一根根柳枝同样穿梭了空间,毫无征兆地来到骨灰身后,将其洞穿,随后撕裂,骨灰的身形湮灭,又自空间中重复,恐怖的微压让天空都低垂下来,一拳向着柳树轰击而去,整个第一届都在随着他们的交手而震动不止,苍穹之上的虚空,成片成片的 湮灭,如同一个个镜面一般,不断碎裂,七妹小心啊,石碑也在颤抖,她无比担忧地看着柳树,数次想要帮忙,却被天给死死尽过,身不由己,乱阴阳,逆乾坤,以无身为炉,容天炼地,就在这时,天地间骨灰的声音悠悠浩荡,透着威严与无敌之气,举目四顾,天地间已经没有了她的声音,然而她的气息却又好似无处不在,一股极端恐怖的压力笼罩着整片仓球,秦曼云的脸色微微一变,惊呼道 哇,我的法力在疯狂骚动,似乎有流失的冲动,司徒沁连忙抬手,用毛笔在虚空中随手画了一个护照,肉眼可见的,护照上的笔墨如同水流一般一散,随后好似青年一般,消散于天地之间,大黑沉声道,容炼天地,她在以第一届为容无,欲要炼化这里的所有力量,听闻此言,将流微微倒抽一口凉气,好可怕的力量,难怪她能吞噬整个第一届的本,王尊也是名声道,古族的吞噬神通就是她所创造的吧,确实力,众人抬眼看着柳� 巨势露出担忧之色,此时的虚空之上,只有柳树的枝条飞舞,却不见骨灰的身影,大家就好似处于炉子之中,只能等待着被其吞噬,虚空中传来骨灰得意的笑声,哈哈哈哈,送到嘴里的口粮,我没有理由放过,都去死吧,啊,然而下一刻,狂笑声却是突然化为了一声闷横,柳树的枝条历史寻到了破绽,随之一动,对着虚空就是猛的一臭,紧接着,骨灰便如同流星一般从空中坠落,重重地砸在地上,沿途便洒洒� 龙儿微微一愣好奇道,咦,他这是怎么了,大黑的狗眼中透着思索,回答道,大概是吃屎吃撑了吧,更多精彩剧集请搜索快看影小程序,输入片名修仙李念凡即可观看,感谢各位优质粉丝,我的更新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是可杀,不可辱,听到大黑的羞辱,骨灰一时按捺不住,直接一口老血喷出,他面容扭曲,沙哑的张嘴为自己辩误,放屁,这不是撑的,明明是中毒了,你们竟在实力下赌,臭不要脸,这到底是什么赌,居然可以侵蚀本人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毒素,简直丧心病狂,骨灰躺在地上不住的抽搐,七戒之中,本源之力关乎世界本源,理应是最强之力,毒药不可能超脱本源才对,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他明明已经超脱了七戒力量的极限,却还是中毒了,而且还是吃屎中毒的,这简直就是七戒第一大效果,如果可以,骨灰甚至想把所有知道此事的人统统灭口,太他妈丢脸了,这时却听大黑平静的开口,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有,那就是实力不行,对于此事,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主人最擅长的就是创造奇迹,让骨灰中毒,这算个屁啊,王尊也是与众心肠道,小谷啊,虽然说你的实力确实不弱,但是眼界可不弱我们,终究是弱小限制了你的想象啊,什么,小谷,骨灰再度喷出一口鲜血,妈的,一群蝼蚁竟敢直呼自己小谷,简直是杀人诛心,哇呀呀,我要你们死,他双眸赤红,当即摆出了拼命的架势,整个第一届也随着他的力量开始不断轰鸣,然而任由他再怎么发怒,到最后终究是变成了虚张声 嘴里的鲜血好似不要钱一般,连续喷咬,直接进入了贫血状态,却在这时,他的耳边,一团挥舞无声无息的浮现,缠绕其声,天的声音随之传出,五灰,看来如今的局面有点不妙哦,让我掌控你的身体,帮助你把他们统统杀掉,五灰的脸上露出挣扎之色,眼神不住的变化,他与天做交易,内心一直都很清楚,这就是一场国异,不过他自负可以掌控一切变数,同时对天也一直都有防备,却不想,最终自己依旧是输得一败涂地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与此同时,那石碑上的人影也是挣扎而出,焦急到,七妹,快动手,天准备借助骨灰的身体出世,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柳树已然伺机而动,只条横跨空间,眨眼便洞穿了骨灰的身躯,然而终究还是慢了,一丝不祥挥舞从骨灰的身上突然浮现,包裹住他的身躯,让他不死不灭,下一刻,骨灰就缓缓抬头,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明明只有一张嘴,却同时发出两道不同的声音,结结结,好 骨灰无数年来的布局,尽在你们手中毁于一旦,不过我也得谢谢你们,终于让我找到了脱困的肉身,哈哈哈哈,一个是骨灰的声音,另一个则是不祥挥舞在说话,他随着七界分裂,被永久封禁,终于在万古之前找到机会,不仅镇压了七界战魂,更是蛊惑骨灰引发了后续的七界大击,这一切都是在布局,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脱困,如今骨灰实力强悍,更是身负世界本源,不仅可以让他恢复巅峰,还可以借此脱离与那个石碑的纠缠, 说话间,骨灰已然是抬手画刀,对着穿透自身的柳枝猛的一枕,顿时将其尽数斩断,随后他的身躯缓缓腾空,周围有着强大的气息浮动,如同主宰一般,在他和石碑之间,还有着一丝丝灰雾正从石碑中脱离,不断向着骨灰的身体汇集而去,休想跑,给我镇压,那个石碑疯狂颤抖,其上的镇字散发出极致的血色光芒,骨灰低头看了一眼石碑,嘲讽道,当年你能在最后一刻镇压我,如今早已是� 强弩之末,别痴心妄想了,说吧他变猛地抬手,隔空对着石碑就是一掌拍出,轰隆隆,石碑顿时被打出了一个深深的掌印,周身也震开了无数裂痕,五哥,柳树的枝条舞动,笼罩住整片天空,狠狠地向着骨灰抽打人去,骨灰冷冷一笑,再度抬手拍出一掌,强大的力量将所有柳制彤彤震散,他似乎还没有尽全力,淡然地笑道,无数年的谋划,一招得以实现,万元归一,系列无声,随着话音落下,他的周身开始� 拥罩上一层奇异之力,紧接着,戒狱通道一阵扭曲,王腾和斯德快三人居然也从第四届来到了这,之前他们用献祭支付,打开了第一届的戒狱通道,换来古族之后便不知去行,此时却是突兀的出现,不过他们三人的眼神毫无波动,周身同样有着挥舞环绕,就好似木头人一般,被人控制着向古灰接近,不好,他们想要合体,赶紧阻止他们,柳树和大飞等人一同出手,各自施展神通,要么成功阻止三人,要么将他们直接抹杀,然而古灰却 却是大手一挥,便将众人的神通禁术挡下,随后就见他抬手按在了王腾三人的额头之上,嗡嗡嗡,一鼓鼓本源之力从三人的身上一散而出,全都涌入到古灰的身体之中,秦曼云的脸色顿时大变,惊惧道,天啊,他是在极其七届本人,王尊也是沉吟片刻,已然看穿了事情的始末,沉生道,所谓的天被那块石碑镇压,两者纠缠不清,天想借助一个肉身脱离石碑的封印,因此才培育出了古灰,同时暗地里 还在其他界收集本源,从而使自己的本体再次降临,司徒庆若有所思道,我大胆猜测一下,这个天的本体肯定不会一般,大概率是需要集合七界本源于一体,所以才布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江流不由地叹息道,哎,古之一族也算是超级大子,古灰更是精彩艳艳,到头来却不过是一枚棋子,终究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众人的心头都越来越沉重,不仅震撼于天的算计,同时又忐忑于他的实力,王腾三人分别收拢了第四界和第五界的本源,再加上古灰身上原本就 有的第一界,第三界和第七界的本源,已然是汇集了五界本源于一神,天的力量在其体内不断奔逃,五灰的肉身也出现了一丝神秘,可以让更多的不祥灰物进入,成为天的最佳容器,毕鼓鼓气浪从他身上浩荡而出,虽不见他有什么动作,却是将柳树的所有攻势都统统阁在外,哈哈哈哈,我马上就可以再次降临,回来了,我彻底回来了,只待我整合七界,这个天下就依旧还是我,五灰仰天狂笑,他作为天,实在是憋屈了太久太久,只敢借助古族将灰 其物散播于七界,小心翼翼地谋划,一点一点地收集本源,如今终于可以粉末登场,来自第七界的蝼蚓,我会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天的真正力量,还有你们这些战魂,你们身上有令我厌恶的气息,若非你们,这片天地将一直会在我的笼罩之下,都去死吧,话音落下,五灰便抬手对着柳树一指,刹那间,滔天之力化为旋风开始向前四面,锁过之处,柳之彤彤被七角碎,这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一念即可颠倒乾坤,就连大道都要随着他的意志改变, 他的实力早已经不可同日而已,而是直接跨越臂长,成为了大道主宰,这个境界,就算是七界战魂的巅峰时期,都不敢触其锋芒,更何况现在,轰隆隆,很快,这股力量便降临在了柳树身上,锁过之处,树叶漫天飞雾,柳之断裂,树干也是千疮百孔,此时此刻,柳树就好像是在狂风暴雨中的一棵普通树木,正在遭受着风暴的摧残蹂躏,随时都会湮灭,七妹,快带着你的人先走,危急时刻,那个石碑突然又从地底冲 其上那个红色阵字迸射出极致光芒,同时还有着血液流淌,不断地从石碑中狂涌而出,显得极其妖异,无尽的红光笼罩而下,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欲要以一己之力镇压骨灰,我们也一起帮助刘姐姐,龙儿的眼眸中带着坚定,毫无巨色地拿出勺子,开始施展神通,喃喃的小脸上满是不屑,指着骨灰大声道,就算是天佑如何,我这可是吞天魔宫,刚好吞了你,下一刻,他周身的吞噬之力便轰然爆发,化 化作巨大的黑洞,开始不计后果地疯狂吸耐着骨灰的攻击,司徒庆则是手中的毛笔灰色,脸上杀意沸腾,眼神亮如星辰,狂草,霸气,杀法,老天说我老天昌,老天你我叫他王,一句诗,狂傲无比,惊天动地,如同不死不休的战术,冲天而起,枪枪枪,情音如虹,自其蔓云的指尖弹奏而起,化为金歌铁马,无尽不去的生命,欲要与天激战,万古之前你已败过,如今也不过是再败一次儿,王尊左手 冲锋,此刻,他们逆天而行,却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神通浩浩荡荡荡,玉宇天公势比高,小小蝼蚁,口气倒是一个比一个大,找死,舞灰冰冷地开口,刚刚他只是抬手一指,如今却是直接一掌拍出,他的每一次动作都很简单,但是威力却又恐怖到了极致,似乎抬手之间,就能决定世间万物的生死,轰隆隆,手掌还未落下,无尽的压迫之感便已然降临,就好似普通人面对天塌地线一般,巨大的压力几乎要让身子爆炸 这一掌落下,恐怖的风暴排山倒海,就连苍穹大地都随之扭曲,如此力量,让南南等人深刻认识到了自身的描想,所有神通进阶无用,根本无法抵挡,只能束手等待着死亡的将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一根根柳枝却是突然出现在众人的身侧,化为了最后的一道屏障,将众人统统笼罩,同时也有着柳枝来到石碑面前,将他浑身包裹,柳树的身上,阴云之光依旧不散,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转眼间,根筋垫已然从空中落下,并在地上扎根,随后身躯更是化为了一株顶天立地的大树,巨大的树木撑天而起,为众人遮风挡雨,柳姐姐 柳神前辈,妻妹,南南等人同时惊呼出声,他们俱是捂着嘴巴,眼眸中泪珠滚滚落下,他们无法想象,柳树所面对的,是何等可怕的攻击,甚至都不忍心去看,生怕看到那一片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 同一时间,四合院中,李念凡正带着打击,火凤和小狐狸一起打理着后院,阿黑身处前线,马上就狗命不保,李念凡却在家里,带着三女勾拦听曲 此时他正坐在后院的水塘边上,左手搂着火凤,右手抱着打击,美美地欣赏着院中的风景 抚琴的秦曼云不在,画画的司徒庆也不在,顿感少了几分高雅的氛围 至于小狐狸,则是被强行拉过来临时顶替龙儿和南南的工作 他绝美的面容气鼓鼓的,显得很是生气,早知道就不化行了,变成人后就要被拉来干活,解释太坏了 小狐狸一边埋怨,一边小心翼翼地对着奶牛道,牛姐姐,我帮你挤奶,千万不要踢我呀 随后他就紧张地伸出小手捏了上去,然而因为用力过猛,牛奶瞬间窜射而出,直接自了他一脸 啊,小狐狸顿时发出一声惊呼,原地跳了起来,这边的风景让李念凡尽收眼底,当即忍不住大笑起来 不过下一刻,就见小狐狸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上的牛奶,历史眼眸大量,管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妈呀,天然牛奶也太好吃了吧,跟姐夫弄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各有千秋 李念凡见到这一幕,嘴角不由地抽了抽,只感觉那画面太美,别有一番滋味 打击则是对着小狐狸道,妹妹,挤好了牛奶,再去取水把整个后院浇灌一番 什么,还要干活呀,小狐狸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就又受到了暴击,眼泪都要溢出来了 哭诉道,呜呜,你们虐待我,李念凡笑着道,行了,干完活以后,你去山下挑一头野味,做炖大餐给你吃 真的吗,一说到吃,小狐狸顿时就不累了,开心道,哈哈哈哈,姐夫最好了 李念凡从小狐狸的身上收回了目光,继续欣赏在自己的后院 就在这时,他的眉头却是猛的一皱,愣愣地盯着潭水边柳树的方向 咦,怎么会这样,他起身快步走了过去,脸色也随之凝重起来 这株柳树一直生长在后院之中,前不久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有了要枯萎的趋势 绿叶放火,枝条无力,隐隐透着一股死气,妲己也是担忧地开口 公子,这株柳树似乎正在生死关头,李念凡点了点头探声道 确实是生死关头,怎么会突然生这么一场大病,什么,妲己和火凤同事一浪 这在公子的眼中仅仅是生病吗,随后就见李念凡转身走向了内院,显然是去取东西了 见李念凡走后,妲己抬手对着柳树一母,却见在其微米的枝干上,隐约可见一丝灰雾正沿着他的肌脉游走 迅速摧毁着他的生机,火凤鸣声道,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竟然连柳神都到了生死边缘,妲己开口道,不想灰雾游走,这是天的气息 他们恐怕是遇到了真正的天,能够将柳神伤成这样,即便是我俩赶去,同样也于事无比 火凤则是笑着道,姐姐不用担心,公子显然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毕竟在公子眼里,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妲己点了点头,对着柳树轻声道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不多时,就见李念凡重新回到了后院 手中则是多了一样东西,却是针头,人生病了需要打针 同样,植物出现了这种急性病症,也得尽快打上一针营养液 李念凡看出了妲己和火凤的疑惑,笑着解释道,随后他便不再耽搁 直接在柳树身上摸了摸,找到合适的位置 轻声道,插进去的时候有点疼,你忍着点,让我打一针就好了 同一时间,第一届中,这片天地已经完全被不祥充斥 无尽的灰雾化为气流在四处窜动,每一处空间都变得灰蒙蒙的 肉眼已经难以看清周围的景象 在无尽的灰雾之中,一丝绿光若隐若现,成了全场唯一的焦点 无尽的恐怖气息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涌向这抹绿光 欲要将其彻底湮灭,柳枝翻飞,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被粉碎 接着又以同样的速度在不断生长,毁灭于新生,两股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进行着生死对抗 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柳树正处于一个无比艰难的环境当中 险象还生,龙儿等人躲在柳树的庇护之下 死死咬牙,双目含泪地看着面前的场景,急得直跺脚 喃喃红着眼睛悲痛道,柳姐姐,我们该怎么帮你 龙儿则是呼唤道,哥哥,快来救我们啊 另一边,那块石碑之上,血色大字疯狂地流下了血泪 将整块石碑都给染红,悲痛地高喊出声,七妹,你快退下,要死也让五哥先死啊 柳树依旧立于天地之间,没有任何言语 用身去抵挡着毁天灭地的风暴 身上的伤口已经越来越多,似乎随时都会倒下 哈哈哈哈,七界战魂的时代,就此结束了 五灰得意的大笑出声,无尽的挥舞化为一个巨大的鬼影 发出嘶吼之音,于苍穹之上,向着柳树镇压而下 咔嚓,强大的压力,直接让柳树巨大的枝干出现了无数裂痕 七妹,石碑狂怒不止,带着无尽的血盲欲要冲天而起 不过却被一根柳枝死死拉住 石碑微微一愣,又惊又喜 七妹,你这是,他满怀期待地看向柳树 石碑微微一愣,又惊又喜 七妹,你这是,他满怀期待地看向柳树 却见枝干的断裂处,突然有着无尽的绿意涌动 就好似火山喷发一般,带着无边的生机 那处裂痕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恢复 同时,柳树的其他枝条也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狂飙 转瞬间便如同头发一般冒出 如果把此刻的枝条比喻成人的正常发脸 那么之前的简直就是徒底 并且除了数量以外,每根枝条的生机也不可同日而已 就算是身处毁灭之中,也不再断裂 哗啦啦,柳枝疯长,越拉越长 转眼间这里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无尽的柳枝于苍穹中飞舞 搅动着不祥挥舞 这,这怎么可能 五辉差点把自己的眼珠子都给瞪出来 看着突然爆发的柳树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他的生机为什么可以在一瞬间飙涨那么多 还有这股力量 怎么会突然增强十倍不止 五辉不断地问着自己 就算他自称为天 此时也是一脸茫然 出现了知识盲趣 这根本不合逻辑 只怕是采用了某种燃烧潜力的秘书 最终,他勉强给柳树找到了一个原因 冷笑道 呵呵,看你这样还能支撑多久 给我死 不祥挥舞翻滚 在整个第一届发出呼啸之音 化为旋风将柳树彻底吞没 欲要将其绞碎 然而柳树依旧窥然不动 并且柳枝还在不断加强 一树定乾坤 将所有的毁灭之光与风暴统统镇压 渐渐地 绿光越来越浓 好似一片绝望的世界中 突然被一抹曙光照亮 绿光柔和 却带着势不可挡的威势 在不断地驱散着不祥之力 并且开始占据上风 司徒庆的眼睛微微一亮 激动道 柳神突然间变得好强啊 秦曼云也是开口道 一定是公子出手了 如此不可思议的手段 普天之下 只有公子能够拥有 王尊大笑道 哈哈哈哈 既然是高人出手 那这一波就稳了 我刚刚差点都准备冲出去拼命了 大黑也是长输了一口气 嘿嘿 我这条狗命总算是保住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力量 而且还越来越强 古灰感到无比震惊 内心已经骇然到了极点 难道不是燃烧潜力 那他的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 开挂 这绝逼是开挂 到底是谁在插手此事 能够脱离天的掌控 也只有界域分裂之前 元界的那些人啊 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七界踩队 古灰不断地猜测 感受着柳树身上越来越强的力量 而有些惊慌 就在这时 树到柳枝却是冲天而起 如同天地间的莲幕 向着古灰飙射而出 我不信你会变得这么强 我是不可战胜的 古灰眼眸一沉 黄吼出声 抬手握拳 化为惊天一击 欲要将柳树彻底轰碎 两股力量在虚空中对抗 不然 柳枝微微一荡 穿透所有阻挡 瞬间便冲到了古灰面前 直接将其贯穿 啊 古灰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全身不想挥舞晃动 似乎在艰难地挣扎 紧接着 其余的柳枝也快速甩动 将天地间的灰雾一扫而空 很快就让第一届重新恢复青女 南南等人历史欢呼起来 哈哈哈 赢了 柳姐姐赢了 那石碑则是迅速地来到柳树身边 开口道 七妹 你没事吧 柳树开口道 我没事 咱们先把天点抹去再说 哈哈哈 将我抹去 五回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忍不住嘲讽出声 纵然是你们的前身 将远古大陆七分 都没办法将我彻底抹去 你区区一个战魂 居然敢大言不惭 真是笑死我了 柳树没有说话 只是无尽的柳枝向着骨灰裹挟而去 然而骨灰的嘴角却是勾起一丝细血的威性 身体毫无征兆地直接爆开 化为了无数的碎肉以及灰雾飘散到世界各处 哈哈哈 我永恒不灭 这次只能说是小事伸手 等我集齐所有力量 再回来宰了你们 虚空中有着天的声音回旋 随后空间就如同水流一般波动 荡漾起一层层涟漪 既然敢号称为天 恐怕真是古老的主宰 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 自然难以对付 江流也是感慨的 万古之前 可以封天列地开七界 如此大的手笔 光是想想就让人心持神网 众人不由地将目光同时看向那块石碑以及柳树 敬佩不已 七界战魂正是那群封天之人不灭的意志所化 为守护七界和平而生 足以证明当初那群人是何其强大 七妹 我听说你的身体被第七界之人带走 做成了草木灰 你这是怎么恢复的 幻化而出 激动不已 我的身体确实被做成了草木灰 不过那是高人为了救我 若非如此 我的实力也不可能恢复得如此之快 至于刚刚 同样也是高人出手搭救 柳树的枝条缓缓飘摇 好似一名窈窕淑女 轻柔道 高人在我的体内打了一针 注射了大量不敢想象的营养 什么 被高人打针 是被微微一愣 感觉自己被封印太久 有些跟不上潮流 什么针这么厉害呀 不过他还是注意到了 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字 不禁惊讶道 到底是谁 竟能让七妹称之为高人 五哥 那是一位真正的高人 柳树的语气中带着崇敬 我就栽种在高人的后院 作为一处警官 受到高人的恩泽极深 石碑幻化的影像虽然没有面容 但是却依旧能感受到 其流露出的震惊 不可思议道 七妹 你是认真的吗 句句属实 柳树语气正重 发自肺腑道 五哥 若非高人 整个七界恐怕早已破损 就连我也会被天所抹杀 好好好 石碑连说了三声好字 语气复杂 既然如此 五哥自然幸运 有此等高人在 五哥对你也就放心了 顿了顿他又叹声道 都是五哥无能 无法彻底镇压不祥 如今这不祥灰物定然会卷土从来 你们万事小心 话音刚落 他那石碑之上便传来一声脆响 原本就千疮百孔的身体 更是扩散出了更多裂痕 同时 那道虚影也如遭重击 甚至无法维持身形 直接消散于虚空之中 柳树不由的惊呼出声 五哥 七妹 不要伤心 石碑之上 传来微弱的声响 透着浓郁的碑凉 当年我因为追击不想挥舞 这才从第二届中冲出 其他兄弟全都战死 我也不想苟活 听闻此言 南南等人都沉默了 石碑说的不多 但是众人却能从中感受到当年的悲壮 不想挥舞从第二届中冲出 欲要霍乱七届 若非石碑追击而来 只怕七届早已不复存在 只是 当年第二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想问 但是看到石碑的状态 暂时将问题压在了心底 龙儿早已是泪流满面 咬着唇道 刘姐姐 石碑前辈肯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可以去找哥哥 他肯定有办法的 柳树枝条一荡 如梦初醒 激动道 对啊 带五哥去找高人 司徒庆也是道 走走走 我们这就回去 当即 刘王尊扛着石碑 众人便一起踏入了介遇通道 与此同时 第四届的通道入口 人数不减反增 各处修饰齐俱于此 或是担忧 或是忐忑 生怕谷足再度攻来 在他们的认知中 第七届那群人 踏入第一届的胜率 实在是太低太低 几乎与找死无益 那群人属世太膨胀了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第一届找死 你懂个屁 进入第一届 解决祸乱源头 他们的格局 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比的吗 问题是 他们的实力够吗 若是败了 谷足卷土重来 我们谁能抵挡 众人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担忧 当然也有人推崇不已 对第七届那群人敬畏无比 而天宫的众人也同样没走 他们一同守在界域通道入口 排列整齐 念容肃穆地等待着大黑等 除此之外 杨检和聚灵神 则是带着一众天兵在打扫战场 这时 聚灵神扛着一头 巨型白狼的尸体走过来 开口道 这头狼腰的尸体非常完整 而且还有着大道至尊的修为 甚是难得 可以献给高人 杨检点了点头 确实不错 记得告诉大火 被不祥挥舞沾染的妖怪 绝不能咬 被污染的肉质 高人不喜欢 聚灵神连连点头 放心吧 这个俺知道 他们收拢猎物 就是为了等着南南他们出来 作为战利品带回去献给高人 自始至终 他们没有一人去询问南南等人能否归来 因为他们坚信 一定可以 至于其他修士 自然不会有人去除天宫的眉头 更不敢跟天宫抢夺妖兽 有些还主动热情地帮忙 却在这时 一股股空间波动陡然传出 一些神识敏锐的修士巨视面色一面 纷纷看向戒域通道的方向 那里有一股力量正在酝酿 哇 有人要从戒域通道中出来 会是谁呢 到底是古族 还是第七届那群人 所有人的心顿时都提到了嗓子哑 急是期待 又是忐忑 下一刻 随着戒域通道微微一扭 便见一条秃毛狗缓缓地迈过而出 他的身后 南南等人也是面带笑容地走出 快看啊 是那条穿着裤衩的秃毛狗 他没死 活着走出来了 还有第七届的那群人 他们真的赢了 不可思议 这群人居然平定了大姐 太了不起了 看着他们回来 我瞬间头皮发麻 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第七届实在是太强了 各位 大家快随我一起 拜谢英雄凯旋而归 君君道人也是激动地哈哈笑道 我就知道 狗大爷出征 寸草不生 从无败景 女娃同样是笑着道 能够扮在高人左右 实力自然不容置疑 眼界要放大一些 否则只会限制你的想象 萧承风则是酸溜溜道 我们终究是边外人员 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式入边啊 太风光了 他无时无刻不再幻想 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达到巅峰 到时再配上一句骚话 绝对足以美名远扬 接着 他们便一同上起 恭敬的行礼问好 这时 杨减和聚灵神也带着野卫走过来 抬口道 狗大爷 这是我们特意收拾战场 找来的几头野卫 他们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味道鲜美 甚至还有两头第二步至尊的妖兽 高人定然喜欢 大黑点了点头 高冷道 不错不错 你们倒是有心了 出来一头 我们确实不以空手而归 随后众人便不再停留 在所有人敬畏的注视下 踏空而去 一直到大黑等人 消失在视野之中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 将目光投向了 通往第一届的界域通道入口 有些胆大之人 更是忍不住 踏入第一届中探明情况 另一边 大黑等人的速度很快 大到还身 伴随着空间扭动 已然是踏步进入了第七界之中 直奔神域而去 不多时 落仙山脉便已经遥遥在望 同一时间 落仙山脚下 小狐狸正蹦蹦跳跳地下山 来到圈阳野卫的地方 他眼眸大量 兴奋地挑选着野卫 这是李念凡对他的奖励 迎着小狐狸的目光 众多野卫的内心都是微微一几 一些心态不好的 更是直接吓尿了裤子 来了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他们纷纷缩着脖子 努力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很快 小狐狸就做出了决定 对着三足鸭王一直笑着道 就你了 一看就很肥瘦 炖汤一定好喝 嘎嘎嘎 三足鸭王顿时一惊 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 泪水终于止不住地开始滴落 其他的妖兽则是纷纷长舒了一口气 一副还好不是我的模样 小狐狸安慰道 别哭了 跟我走吧 放心 不会太疼的 而且做成野卫也是一种造化 将来你到了地府轮回 绝对会有一个好的职位 前途无量 三足鸭王站在原地良久 最终长叹一声 艰难的脉搏而行 一步三回头 一副壮士一去不复款的样子 其他野卫则是纷纷对着他 醒起了注目 时不时还发出一声安慰的嘀吼 完蛋了 看来今日我是逃脱不了 成为一锅汤的命运 也罢 沾染了高人的仙气 大不了三万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就在他自怨自艺之时 山下却是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紧接着就见南南等人脉搏而来 龙儿见到小狐狸 不由得惊讶道 狐狸小妹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小狐狸惊喜道 哎呀 你们终于回来了 以后我再也不用挤奶挑水 哥哥正让我来挑选野卫做菜 秦曼云连忙笑着道 挑选野卫就算了 这次我们出去 可是带了不少野卫回来 这边的还是先放一放吧 听闻此言 三足鸭王顿时一个机灵 兴奋的毛都竖了起来 在他眼中 此时的秦曼云周身都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圣光 我的恩人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王尊也是点头的 是啊 这里的野卫毕竟还可以造粪 尽量别杀 如果都杀光了 我这个挑粪的工作可就没了 还请手下留情 小狐狸开口道 这样啊 那好吧 此话一出 三足鸭王如蒙大赦 连忙撒鸭子狂奔回到野卫群 就差跳舞庆祝了 而在王尊的背上 那块石碑也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影位 顿时被他们身上的气息给深深震撼 所谓的野卫 至少都是大道至尊 甚至还有不少第二不至尊 这可是妥妥的大手笔啊 咦 不对 在他们身上 似乎还有着本源波动 这怎么可能 七届本源和其珍贵 他们是如何获取的 并且 除了充当野卫以外 还负责造粪 这又是什么意思 石碑产生了太多疑问 不过很快 他的注意力就被那个粪坑吸引 那是 本源气息 怎么会这样 石碑脑袋瓜子嗡嗡直响 结合自己的目前所知 瞬间理清了一条思路 这群野卫定然是被高人倦养 赐予了他们本源 甚至还让粪便中 都蕴含有本源气息 同时 那位实力强大的王尊负责挑逢 而粪桶和粪叉 也都是本源至宝 大手笔 这绝对是滔天大的手笔 这种为所欲为的姿态 已经远远超脱了七界的限制 他忍不住用神识问道 各位 那个粪坑是用来做什么的 南南开口道 是用来给后院那些植物施肥的 我和龙儿就负责这项工作 什么 施肥 这又算什么 本源肥料吗 果然任性 众人继续向山上走去 很快便来到了四合院的门口 门须掩着 小狐狸直接推门而入 李念凡惊讶道 咦 这么快就选好野位了 小狐狸回答道 没有 是南南他们回来了 并且还带回了好多野位 我也就索性不选了 李念凡当即惊喜道 真的吗 他们没受伤吧 下一刻 秦曼云等人便一同走了进来 对着李念凡笑道 公子 我们回来了 同时 他们身后还拖着好几头野位 顿时让四合院变得热闹起 李念凡开心道 哈哈哈哈 回来就走 此行还顺利吧 南南直言道 还行吧 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不过也留下了一点尾巴 李念凡笑着点了点头 已经很不错了 凡事不可操之过急 慢慢来 只要人没事就好 秦曼云坚定道 公子放心 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了 李念凡则是摆了摆手招呼道 好了好了 累了一天了 都先过来坐下 小白 快去给大家泡杯蜂蜜柠茶解解发 天啊 这院子里的大道简直无法估量 空气中更是蕴含有本源气息 石碑就跟那些野位堆放在一起 正用神识打量着院中的一切 难怪整个第七届的本源如此浓郁 源头似乎就是这里 难不成高人真的可以创造本源 简直是不可思议 骇人听闻 就在他震撼之时 一股淡淡的柠檬香味缓缓飘来 顿时让他的精神猛的一阵 除了香味独特以外 最重要的是 这味道中居然还蕴含有一股神意的气息 可以消除疲乏 滋养神魂 更是兼具疗伤其笑 石碑只感觉自己早已虚弱的身体 瞬间就得到了洗礼 逐渐稳定下来 不会吧 我这还仅仅只是闻了一下 便直接逆转生死 如果能喝上一口 那岂不是要上天 他感到如梦似幻 同时又注意到李念凡他们聊天 可以感受到其发自内心的平和与友善 这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明明身怀超乎想象的力量 却依旧心平气和 七妹能够跟在这等高人身边 我也可以放宽心了 此时 龙儿和楠楠一边品查 一边再给李念凡介绍众一味的来 哥哥哥哥 那头白狼是誓越笑苍狼 喜好吞食日月精华 修五行大道 靠着目光便可施展五行神通 甚是了得 还有那边那头长着独角的狮子 是猎天惊脚狮 他的独角有着操纵大道智能 可施展毁天灭地的神通 还有那边那头介绍食材 也算是享受美食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食材越稀有 就越是让人心持神往 此时的李念凡便是如此 龙儿和楠楠每介绍一样 他便暗自吞咽一下口水 虽说他也吃过不少妖兽 但修仙界中 厉害的妖兽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听到 他们都是称霸一方的凶兽 就更是忍不住口水直流 待到所有也未介绍完毕 众人的目光 俱是不由地落在了那块石碑之上 李念凡眉头微微一挑 诧一道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为啥要背一块石头回来 秦曼云开口道 公子 我们见这石碑有些奇特 而且也有些可怜 便给他带回来 什么 可怜 这是用来形容石碑的吗 不过仔细看看 这石碑确实可怜 不仅缺脚 而且浑身布满裂痕 并然是经历了不少风雨 李念凡又走上前去 伸手轻轻地抚摸了一番 这石碑的材质还真是少见 旗上居然还刻着一个阵字 不过显然是有些胡闹 这字还是差了点意思 听闻高人说自己差点意思 石碑的心中顿时苦笑连连 他自诩可阵风一剑 一身之力全在这个阵字之上 然而高人却是一点都没看上 看来自己终究是入不了高人的法眼了 龙儿心疼地看着石碑 忍不住问道 哥哥 这个石碑真的没用吗 都破成这个样子了 能有什么用 李念凡摇了摇头 陈寅片刻接着道 不过你们既然带回来 那我就稍微加工一下 当个戒碑也不错 此话一出 众人的心情顿时雀跃起来 后院的那株柳树更是随风摆动 流露出一种欢快的情绪 很简单 你们去找一些岩石回来 我教你们做水泥 然后重新给石碑刷上一遍 制作水泥的方法并不复杂 学过化学的都知道 虽说没有搅拌机 但喃喃等人都是修仙者 用法术可比机器方便多了 等到吃完大餐 众人便在李念凡的带领下忙活起来 研磨 提唇 搭配 分解 搅拌 一个个步骤有序进行 顿时让四合院变得热闹起来 同时空气中还有着粉末飘散 沾染在众人身上 让所有人都是一种风尘仆仆的母娘 不过 随着工序的进行 众人分明能感觉到 无尽的本源正在四合院中不断流淌 眨眼间便让这里成了本源的海洋 一旁的石碑身处于这种环境之下 只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雀跃 这些空气中的石灰粉 就好似世界上最大的补品 正疯狂地滋养着他的身体 并且随着李念凡的搅拌 他分明能感受到那水泥之中 有着无法估量的本源 如同喷泉一般冲天而起 直至苍穹 这 这是在练什么神器 他顿时懵了 三观彻底粉碎 众所周知 不管是何种练气 就跟修炼一样 都要遵循一个原则 那便是从天地间汲取力量 然而李念凡练制的那玩意儿 却反其道而行 居然在向外界喷勃出本源之力 创造本源 他果然能够创造本源 太牛逼了 如果让天知道 他苦苦搜寻的本源 在别人手里随随便便就能创造 又会做何感想 一定会崩溃吧 我何德何能 居然有幸能用这等神物淬炼伸去 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象 而趁着搅拌的功夫 李念凡又把南南等人 喊到了自己身边 开口道 水泥的作用很大 可以造福人类 但是形成却要先从岩石粉碎 接着又要经过烈火灼烧 如此反反复复 不断地淬炼才能形成 我教你们一手古诗 你们可得牢记 好的哥哥 南南等人据事认真的点了点头 李念凡沉声道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众人轻声地跟着默念 瞬间就被带入到 这首诗的意境之中 道星都在随之阵战 秦曼云暗自道 不想挥舞蛊惑苍生 这才缔造了七界大劫 正是因为道星不定所导致 公子这是要让我们坚定道行 不怕牺牲 为天下苍生而战 石碑则是激动不已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高人这是在夸我呀 粉身碎骨全不怕 这说的不就是现在的我吗 能得到高人肯定 就算白死也无悔了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得到高人更多的赞美 带到众人把事记下 李念凡这才提着水泥 来到石碑面前 开口道 等一下把这石碑 扛到山脚下 可以用来作为 落仙山脉的地标 还有 我特意多做了不少水泥 准备铺一条水泥路 直接通到山脚 他这也是在制作水泥时 突发奇想生出的念头 毕竟这么多水泥也不能白做 顺便打造一下自己的落脚点 装饰一下自己的门面 什么 铺路 众人都是微微一愣 眼神不由的有些古怪 他们虽然修为通天 但是说实话 这路他们实在是修不了 正所谓山不再高 有仙泽灵 原本落仙山脉 可只是一座普通的小土包 但是随着李念凡的入主 这座山早已沾染了不知多少仙气 就如同镇山之人 让整座山都脱胎晃 即便是山脚下的那些树 无法想象 所需要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办到的 不过见李念凡心意已决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片刻之后 当众人走出四合院 扫了一眼面前的山路 却是齐刷刷的倒抽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原本这条山路维尼土路 齐上布满了碎石杂草 之前虽说算不上高端 但也还算平坦 理论上来说 肯定会万年不变 但是现在看去 却是突兀的多了好几处坑坑洼洼 忍不住小声嘀咕的 好吧 果然是我们想多了 公子既然说要修路 那怎么可能修不成 司徒庆也是小声道 这座山还真是佩服 我甚至怀疑 如果公子不造水泥 他自己都会主动帮忙变出来 李念凡则是孝道 看来这波水泥做得还挺及时的 修路可是个大工程 大家都帮帮忙 咱们一起加油 好嘞 打击等人据事点头应下 江流和王尊更是摆出一伏 我浑身上下都是力气 有什么活尽管交给我的模样 王尊自告奋勇道 圣君大人 就让我负责挖土 开凿路面吧 江流也是不甘示弱道 那我负责研磨石子 龙儿想了想突然道 对了 我去把后院的奶牛给拉出来 可以让他们搬运水泥还有食材 同一时间 第六界中 骨灰的身形浮现于一处虚空 面色微微有些苍白 气息紊乱 好一个七界战魂 看来那群人割裂七界以后 在战魂的身上也留下了后手 我一时大意 这才吃了大亏 不过 如今后手已经被我知晓 等我获取了第六界的本源 战魂就对我不再有任何威胁 他不停地思索 想象着在第一界的战斗 越想心中越是憋得慌 随后就见他缓缓抬手 无尽地挥舞顿时涌现 于苍穹之上汇聚成一个巨大的鬼影 发出一阵嘶吼之音 轰隆隆 整个第六界顿时风起云涌 一鼓鼓异象也随之在虚空中浮现 好似某种神异之物正被抽离一板 正是第六界的本源 舞灰特意避开第七界 以大神通强行抽离第六界的本源 然后吞而食之 增强实力 同时还有几道身影从远处击射而来 正是不祥挥舞布局在第六界的棋子 他们俱视面无表情 一动不动地被舞灰吞噬 下一刻 整个第六界疯狂震动 每个角落的生灵 都能感受到一股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怖 好似这一界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妈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不好 绝对有着某种难以想象的大劫将领 完了完了 都别愣着了 赶紧去找大宗门庇护 寻一方净土躲避 还有些实力强大之辈 则是注意到了骨灰的方向 一个个亡魂接冒 差点把眼珠子都给瞪出来 天啊 那是第六界的本源 居然显化了 不对 是有人在强行抽取我们的本源 这也太可怕了 第六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所有人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骨灰 如同惊吞一般 将第六界本源不断地灌入自己嘴里 却在这时 一抹流光突然划破空间 瞬息而至 犹如一柄利剑 带着一股浩荡之力 直奔骨灰的面门而去 骨灰的动作随之一顿 抬手便对着那道流光拍出一枕 轰隆隆 流光直接倒飞出去 紧接着迎风一枕 却是一面大棋 随后就见领主于续空中缓缓浮现 宁谋望着骨灰 毫不畏惧道 第七界领主在此 休得猖狂 足夸说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听又是第七界 骨灰的眼眸当即一咪 一股暴虐气息随之轰然爆发 将四面的空间都震动得如同水波一般 更是有着无尽的威压向着领主镇压而下 领主也是面色凝重 手握混沌其用力一甩 历史引动大道形成护照 与骨灰的气势相抗 然而纵使骨灰受了重伤 但两者的实力相差巨大 也不是领主所能对抗 仅仅是他的一丝怒火 便碾碎了领主的所有攻击 并将其震飞出去 五灰眼眸中杀意暴涨 冷笑道 呵呵 你们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就平民一人 也敢来坏我的好事 看不起谁呢 去死吧 他抬手凝聚出无尽本意 化为一个剧长从天而降 向着领主抓去 借一借星辰 阴阳逆乱 领主的眼眸中迸射出一丝光彩 全身的力量浩浩荡荡 不断地向着混沌器狂涌而去 这一刻 破碎的混沌器好似被补齐了一般 立于混沌之中 号令一借之力 整个第六借 星辰逆转 星光汇聚 化为天地之力 听从领主的号令 向着骨灰湮灭而去 呵呵 居然能借一借之力 了不起 骨灰点了点头 随后宁笑道 可惜 我的力量早已超越了一借的上限 你抵挡不住 说把他再度抬手 一掌拍击而下 却在这时 一道道毁灭之光突兀地从远处移射而来 帮领主共同对抗骨灰 领主 就冲你帮助第六借抵抗大姐这件事 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 严魔率领着独眼巨人一族大踏步而来 朗声道 比喻大姐 我独眼巨人一族定然全力以赴 紧接着 四面八方不断有着无数的神通 如同万千星辰一般 向着骨灰轰击而去 他们都是第六借的修士 真是凡人 蝼蚁还妄想是天 既然如此 那你们都去死吧 骨灰的耐心已然耗光 怒火再度飙涨 抬手对着苍穹一指 低沉到 乾坤接面 下一秒 顺着他的指尖 一股极端恐怖的蔑视之力轰然爆发 所过之处 紧接湮灭 这一刻 就连时空都被定格 所有人都发现 他们的身子居然无法动在 包括那续空中的无数神通 也都是统统定格 如同烛火一般 一个接一个的熄灭 这下完蛋了 所有人都是心中悠悠一态 坦然面对死亡的将领 他们已尽然是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叮当叮当 突兀的 虚空中传来一阵清脆的声响 声音并不嘹亮 但是却传入到每个人的耳中 让他们神魂结颤 有一股奇异的感觉 从心底升腾而起 叮当叮当 声音继续 虽不知来自何方 却回旋在世界的每一处角落 在这声音之下 一切神通境界消散 怎么可能 这声音 难道是有人在羞露 骨灰瞪大着眼睛 好似想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身体居然莫名地颤抖起来 他环顾四周 最终全身一震 眼睛死死地盯着 虚空中的一个方向 那里 一条路径正在缓缓浮现 不知道来自何方 也不知通向何处 骑上似乎还有几道身影 正手持各种道具 在努力地干活 居然真的有人在给七界修路 这是想将语言界隔绝的通道 给接起来吗 骨灰难以置信的大吼出声 不可能 七界中怎么会存在这等力量 这可是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瞳孔猛的一所 接着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一切地只想活命 然而那股气息实在太过神秘 速度更是快到极致 瞬间便降临在他的身上 妈的 又来了 又来针对我了 为什么 第七界究竟隐藏着什么 骨灰不甘的低吼 在他的身上 一重重挥舞如同蒸发一般 飞快地冒出 最终消散于无形 叮当叮当 开凿的声音依旧 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变化 吴东 第六界那群人 据事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 呆愣愣地看着骨灰消失的地方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如此恐毒的存在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抹去了 太强大了 太不可思议了 那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又是何人在修 同一时间 第四界中 同样是无数修士抬头望天 看着那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一脸震惊 叮当叮当 一阵阵清脆的声音响彻在每一处角落 让整个第四界都随之阵战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条路究竟代表着什么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升华 这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这一界中的本源 似乎正在疯狂暴涨 这时 有修士从远处快速飞来 一脸震撼的大吼出声 不得了了 各界之间的界域通道都在扩大 似乎有连接的趋势 除此之外 各界也都在发生着这种异性 与此同时 第七界中 洛仙山脉 王尊等人正在兢兢业业地修路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 这条路已经即将扑到山脚 大家的额头上隐隐都有着汗水浮现 显然是累得不轻 同时 他们的内心更是被震撼填满 在铺路的时候 他们明显能感觉到七界的变化 这铺的哪里是山路啊 分明是一条七界之路 七界合一 而且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升华 修仙之路 定然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广阔 高人就是高人 表面上看 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背后的身衣与手段 却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便是大佬的境界啊 江流却是好奇地对着石碑问道 怎么了 看你似乎很开心啊 此时的石碑 已然被重新粉刷 镀上了一层水泥 并且 骑上的阵字也被抹去 有李念凡亲自刻上了 落仙山脉寺的大字 就放在山脚处 充当落仙山脉的地标 哈哈哈哈 石碑中传出一阵阵波动 激动到 那个所谓的天 还妄想吸取第六界的本源 卷土重来 我刚好借助修路的机会 使用高人赐予我的力量 将其彻底抹杀 亲手报仇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江流差一道 哎呦 厉害呀 你居然单枪匹马 就把天给抹杀了 石碑骄傲道 那是 毕竟高人苦心为我制作了水 还给我刻上了新的名字 我必须得争气 南南则是无比好奇地问道 对了 当年在第二届 你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这个问题 郑重所有人的下怀 大家据事目不转睛地盯着石碑 等待他的回答 石碑先是沉饮片刻 接着无比沉重道 我们虽然是那群人所画的战友们 但是却没能继承他们的记忆 因此在诞生之前的很多事情 我也并不清楚 我们镇压了七界无数岁月 也是那一次 才了解到了七界以外的事情 什么 七界以外 听闻此言 众人都是浑身一紧 静待下闻 石碑顿了顿继续道 其实 整个七界都只不过是一处战场 是我们前身之主与天战斗的地方 也是他们为天良身打造的一处囚龙 什么 战场与囚龙 众人又是面色一点 难以置信地看着石碑 眼眸中四有所想 王尊则是直接催促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倒是快点说呀 此话一出 石碑也不再卖关子 直接道 原本七界所归属的大陆 被称之为元界 万古岁月之前 一群强者诞生 一伐上仓 那一战天崩地裂 直接打得元界支离破碎 为了保护元界的大部分地方 那群强者便特意割裂出一小部分作为战场 同时将天封印于此 在元界的眼中 我们七界被称为上古禁区 所谓禁区 便是禁忌之地 禁止踏入 这是为了保护元界 也是为了保护封印 原来如此 众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对这个做法并不难理解 就算是他们 如果打斗太过激烈 为了保护其他地方不受波及 也会特意开辟出一个独立空间 防止造成太大的破坏 只是 理解归理解 众人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自己所在的七界 居然只是一个大世界的囚龙 那自己又算什么 喃喃不屑地撇了撇嘴 切 元界很牛吗 我们的背后可是有着高人 他们有吗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笑了 就是 七界有了高人的存在 说不定元界还不如七界呢 王尊继续追问道 那第二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元界来了一群傻屌 石碑冷哼一声 强压着心头的怒火继续道 元界也被称为本源神界 其内的修炼上限可比七界高多了 在享受了无数年的和平以后 自然诞生了众多强者 不过有些人自诩强大 也心勃勃 做事不计后果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七界的头上 他们想要获得当年那群 逆天强者所留下的力量 甚至还想获取天的力量 司徒庆当即接口道 所以他们降临到了第二界 企图寻找当年战场残留的一切 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 石碑轻轻一叹 是啊 天就是被那群傻屌给放出来的 并且他们还不思悔感 企图在七界为所欲为 我们兄弟几人为了阻止他们 索性将第二界给彻底斩断 七界之后将不会有第二界的存在 听闻此言 秦曼云不由地冷笑道 先辈们用生命镇压了不想 踏入禁区并释放出不想 当真是一种讽刺 江流也是低沉的骂道 一群蠢货 就因为他们的闯入 而让我们七界遭遇了无数年的打击 那群畜生当真是万死难死 这个时候 李念凡带着打击从山上走下来 他面带笑容 手里抱着一个箱子 其内放着一瓶瓶冰镇的快乐水 笑着道 来来来 大家干活都累了 喝点快乐水解解乏 碰碰碰 接下来 开瓶的充气声不断 众人一同品尝着冰爽的渴望 巨师眯着眼睛 嘴里时不时还发出享受的声音声 爽到了极致 在众人的旁边 那个石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心在滴血 他不停地在心中质问着自己 我他妈怎么会幻化成一块石头呢 好歹多个嘴也行啊 馋死我了 不多时 众人便喝完了饮料 巨师感到精力充沛 兴冲冲到 圣君大人 我们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又可以干活了 李念凡欣欣慰地点了点头 大家都辛苦一下 这条路只剩最后一小段了 争取今天就把它干完